今天凌晨 关小彤又准时卡点给陆寒庆生了 算起来 这已经是关小彤连续五年给陆寒卡点庆生 但每次庆生都不超过十个字 还要算上标点符号 文字短得就像平常问早安 可能是工作太忙了 也可能是两人数到腻了 在连续五年庆生文案中 关小彤有四次晒出了陆寒的照片 其中有一次是和陆寒的合影 从图片推断 两人分别在2020年和2021年合体庆生 因为一张是陆寒涮火锅的照片 另一张是两人合影 当然不排除其中有发布应景旧照的可能 关小彤每次给陆寒庆生 陆寒都会礼节性地在评论区留言回应 但每次回应都不同 2018年关 小彤晒出一张陆寒书着小便二的搞笑照 陆寒调侃自己说 不愧是村口二美丽的二鸭 2019年关小彤庆生文字只有四个字 深快 听歌 陆寒则挑逗地道 专辑再买一千张 2020年陆寒三十岁 他在评论区留言 洗涤三十 2021年 陆寒在评论区发了一张含羞的照片 回应关小彤庆生 只写两个字 谢了 2022年陆寒在关小彤评论区回应了三个字 咔咔滴 有些不明起义 关小彤为陆寒庆生从未超过十个字 未免让关者感觉草率或者不走心 但有细心网友 却解读出了关小彤历年卡点庆生的深意 据网友解读 关小彤的卡点都很有意义 2018年关小彤卡点零时整点庆生 2019年关小彤卡点零时十七分庆生 含义是指两人在2017年确定恋爱关系 2020年关小彤卡点零时三十分庆生 意义在于暗和怒含这一年迈入儿立之年 2021年关小彤卡点 二十三十三十一分庆生 其中含义则是指关小彤二十三岁 陆寒三十一岁 而今年关小彤再次卡点零时为陆寒庆生 关小彤连续五年为陆寒卡点庆生 如果把历年卡点的意义看作一个轨迹的话 就好像画了一个圆 从2018年零时整点庆生开始 到今年回归零时整点庆生结束 从原点回到了原点 在关小彤的心中 这可能代表或意味着一个轮回 有网友从中意识到今年将有大事发生 可能是两人的重要节点 在很多人看来 这个庆生轮回的结束 意味着两人即将修成正果 很快 关于两人今年即将官宣领政的消息不进而走 而在关小彤社交平台账号的评论区 网友们催婚的呼声此起彼伏 有的网友喊话关小彤和陆寒 择日不如撞日 催促两人借着陆寒生日这个吉日 赶紧把结婚证领了 不过 对于关小彤为陆寒卡点庆生的含义 网友们还有另一种解读和担忧 关小彤为陆寒庆生可谓用尽心思 而陆寒对于关小彤的回应 看上去确实非常随意 2018年关小彤庆生陆寒后 邓超在评论区用羡慕的表情祝福两人 关小彤还特意回应了邓超 可见关小彤很希望得到外界的支持和祝福 换句话说 关小彤内心其实很想看到陆寒 能够认真对待两人感情 所以 在某种程度上 关小彤用尽心思卡点庆生 其实多少有些内涵陆寒的意思 说白了 就是催婚 可是陆寒的回应太过写意 关小彤很难从陆寒这里得到某些承诺 因此有网友担忧 关小彤五年后再次回归零点庆生 而且干脆连配图都没上 陆寒回应咔咔地更是不知所云 这是否意味着两人感情归零 从新出发呢 2017年 关小彤和陆寒一文定情 遭到过网友质疑 也慢慢收获了网友们的祝福 但五年以来 除了线上互动 两人的现实交集似乎越来越少 在公开场合或节目中 两人极少合体 两人现实中的恋情进展如何 感情状况如何 对于网友都是一个谜 关小彤和陆寒将情归何处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让我带极少 herman 要求你 中文了 说即话 涝 进行 inn 两人 当挣 零 平 每个人 渡 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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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